自从谢娜生完孩子之后,谢娜就像变了一个人可以说是母爱泛滥了,就算是在外面遇到数人的孩子,她也忍不住去抱,估计是看到孩子就会想起自己的宝贝吧。 当然谢娜就算是录制节目,她也是离不开孩子的话题,于而,英采儿还有程丽莎等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,因为他们都是母亲,所以在一起除了聊老公就是聊孩子,首先是谢娜提到自己一到美丽的地方就会想到自己的孩子于杰哥,如果他们在的话一定会很开心。 除了谢娜提到张杰与孩子之外,她还提到了给自己的父母安排旅游的事情,因为父母有一个艺术团需要每天练习舞蹈,于是谢娜就想给父母找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,一起避暑然后跳舞排练节目。 而就在这时,程丽莎就很疑惑的表示谢娜父母不帮她看孩子吗?谢娜的回答让很多明星感到羞愧。 谢娜指引父母有时候会去看孩子,但是不用他们盯着,孩子就是由自己与张杰他两个人看着,而工作时间也是互相调整好的,两个人轮流看孩子。 而谢娜更是将自己的工作全部推掉,没只剩下快乐大本营还有妻子的浪漫旅行这两大节目,而其余的时间就是在家带孩子。 而且谢娜每一次在录制完快乐大本营后,也要赶着晚上的飞机回家带孩子,就算是晚上八点多录制,玩节目,她也要赶着九点多的飞机。 可见谢娜对孩子的牵挂,还有对这个家的付出,谢娜的一般话不知道打脸多少娱乐圈中的女明星。 很多明星在生完孩子之后,就将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或者去保姆看着,而自己却在片场,或者是各种节目中出现,而很少去陪伴孩子。 当然还有很多明星在生,玩孩子之后就立刻减肥,丝毫不管孩子的喂养问题,也不在乎自己的身体状况。 所以娱乐圈中的女明星都是对自己比较残忍的,而像谢娜这样全心全意,照顾孩子照顾家庭的明星真的很少,能将自己的工作推掉。 为了陪伴孩子而选择上赚钱,估计很多人都做不到,而谢娜就做到了,难怪张杰会这么爱谢娜呢,是一位好老婆好妈妈。